当时越国称臣于吴国,越王勾剑卧心长胆,谋复国,越王勾剑之所以能够复国成功,除了因他具有卧心长胆的韧性和毅力,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,就是他善于利用西施来迷惑吴王夫差,色意俱佳的西施周旋于吴国宫廷之内,为勾剑递送情报,在勾剑灭吴的过程中发挥了不下于一个军队的重要作用。 西施是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之首,也是中国第一位女间谍,作为越智功臣,无知罪人的西施,最后的结局如何,西施究竟到哪里去了?这个问题,碎成千古疑问。 大家好,这里是小麻,点击订阅,带您解读不一样的历史故事。 美人计出复国城 越国有两个天才人物,一个是范黎,另一个就是文种,文种知道,勾剑打算向吴国报仇,于是献上了九条灭亡吴国的计策,这九个计策中,最阴毒的一个计谋,就是美人计了。 古时候的统治者都是男人,男人都有一个弱点,那就是喜欢女人,可以说,没有一个大王是不贪恋美色的。 勾剑得知LE这个计策之后,就命令范黎云游天下,找到一个可以实施美人计的女子,范黎也不负期望,真的在侏罗村找到了一个有着天仙美貌的女人,西施,范黎在和西施相处的时候,不由自主地爱上了她,这也是能够理解的,西施的美貌,俘虏范黎,这样的风流名士,也是绰绰有余的,西施当时也只不过是个农家女孩,看到范黎这样的才子,自然也对她倾心。 因此,这段时间,范黎和西施过着很恩爱的生活。 但范黎是一个重事业的男人,他不可能为了儿女私情,而放弃自己应该做的事情,于是,范黎将西施交给了勾剑,之后,西施就在会计接受歌舞的训练。 在西施已经准备就绪的情况下,他被献给了吴王。 西施来到吴国之后,也没有辜负越国对他的培养,西施成功地俘获了夫差的真心,成为了夫差最喜欢的女人。 西施一面诱导夫差,做出种种错误的国家政策,另一面将自己查探出来的吴国资料偷传到越国,直到吴国成功地被西施给弄垮了。 勾剑最终报仇雪恨,西施虽然对越国有莫大的功劳,但是史书对他却没有什么好评价,很多史书都直接说他是导致国家覆灭的红颜祸水,史书如此的评价并不奇怪。 毕竟将黑锅丢在美女身上,已经是史官们的套路了,而对西施的下落也是众说纷纭,一说与情郎相伴相守。 故苏城破,吴国灭亡之时,西施的恋人范黎匆匆来到蜈蚣深处,将西施救出,从水到进入云雾矮矮的太湖,远离政治斗争的漩涡后,范黎化名桃朱公,以其雄才大略,经商致富,与西施二人从此过着极尽人间豪华的生活,扶寿双全而终。 西施和范黎本来是情侣,西施为了救国,两人只能为国牺牲自己的爱情,带到西施功成归国后,范黎认为勾建可以共患难,而不可以共安乐。 再待下去会有危险,建议西施随他一起逃走,归隐江湖,不知所终,因为有范黎范于江湖的传说,或许是后人不忍这位绝代家人遭到悲惨的结局,就流传出西施和范黎归隐五湖的美满姻缘的故事,以寄托对他们的同情。 这种说法似乎有一定的根据,勾建这个人很有心计,早在他被吴国俘虏做人质之时,一次夫差生病,勾建前往探病,进口藏了夫差的粪便,夫差很奇怪勾建的这种做法,盲问其故,勾建说,陈文长粪便之类,可知病情的发展,未甘则不佳。 为苦则建欲,今为苦,知大王之圣公无碍也,通过勾建这些话,可以看出,他是一个心狠守黑,阴险独辣的人,范黎辅佐勾建几十年,对勾建算是看透,所以等到越国灭无复国之后,便退隐江湖,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。 吴王后,西施复归范黎,同范五湖而去,而今传的月绝书,却并无同范五湖去这段文字,这是历史更迭的时间链中的一文,还是唐朝人自己杜撰的美好的爱情故事,我们就不得而知了。 明代戏曲作家梁晨鱼的《幻沙记》也详细描绘了这段历史。 范黎在一个春光明媚的日子寻游故里,在诸记驻罗山下若耶稀,偶遇正在幻沙的西施,为其天资国色所清, 于是,二人以溪水之沙相定白首之约,不久,吴王领兵打进了越国,越军被打败,越王勾剑做了俘虏,范黎也到吴国做了奴隶,三年以后,勾剑夫妇和范黎返回越国,勾剑力图报仇学耻,便采用了范黎所献的美人计,夫差一件西施,果然大喜,宠爱无比,他自以为打败了越国,天下无敌,最后却反被越国灭掉,勾剑正要论功行赏,范黎却不愿做官, 接了西施,隐姓埋名范州湖上,可惜,这大概只是美好的愿望而已,二说因极度被沉水而死,越王把西施掳回了越国,第一天晚上,勾剑就叫他侍寝,夫差能够与你同床共枕,我为什么与你不能,越王妻子大发促进,度而生恨,背着越王把西施沉入水中,还说,此乃祸水,岂可久留,当了美人计的工具,事成之后,被人弃之,还是合乎情理的。 西施沉水,使勾剑吃醋而为,为了使西施死心地替他完成使命,勾剑和范黎约定,灭无之后,将西施赐予范黎。 不仅可成全二人的一番相恋,同时也稳住了西施的心,才能身在无功,心存越国,但是灭无之后,阴险的勾剑变了卦,他不会让自己心爱的女人落到别人的手中,于是下令将西施吃一尘浆。 也有人说是越王妻子吃醋所为,五月战争结束后,越王与西施行影不离,勾剑夫人极度西施的美貌,想置西施于死地,但是他们行影不离,一直无从下手。 一天,船队渡江南归,勾剑夫人对勾剑说,敌国臣民正在大江南岸,贵营大王大王应受臣民欢迎,以示亡礼。 勾剑本来就惧怕自己的夫人,先又以大意相请,于是应声而去,而勾剑夫人将西施骗到船尾,叫人把他绑在大石头上,沉入江底,绝代佳人,就此相消欲损。 后世评价历史人物的眼光常常是苛刻,不公正的,往往只注意他们最为辉煌的时刻,忽视了他们落寞或者平静的岁月,西施就受到了这样的忽视。 西施留在历史舞台上的时光似乎只有昙花般的几年,更多的人生轨迹被人为忽略了,当我们想努力还原一个完整的西施时,会发现异常艰难,更会发现太多的谜团和思考。 西施给后人最深的印象就是他的美貌,相传西施在西边幻沙时,水中的鱼儿被他的美丽吸引,看得发呆,都忘了游泳,扑腾一生沉入了水底,于是虎,后世用陈瑜来形容女子的美貌,西施也因此与王昭君,貂蝉,杨玉环并称为中国古代四大美女,成为美的化身和代名词。 沉玉落雁碧月修花,沉玉为先,所以四大美女,西施居首,如今,深究历史,我们遗憾地发现在四大美女之中,其他三位都可以在当时的正史中找到存在的证据。 唯独西施缺乏任何信史记载,他只存在于后人的记载和涌叹之中,不要说西施的下落,就是他的籍惯,生平事迹等重要信息,我们都只能从错综复杂的固执堆中一点点地艰难筛选归纳。 这位美丽的女子究竟去了哪里,却没有任何人知道,大家都认为西施的品格是高尚的,大家都认为他应该有一个完美的结局,漂亮的女人太多的无奈,他的美丽是一种天赋,也好像是一场罪过,无论如何都希望西施能够有一个完美的结局,不管西施命运如何。 有关他的下落的种种说法,都寄托了后人对他无尽的思念和深深的敬意,西施身上笼罩的谜团已经超越了个体的绅士之谜,而成为一种现象。